今天这个俄罗斯胜利日有没有 阅兵 但是这是什么 普丁遭暗杀未遂之后的首度露面 大家超期待 这场阅兵他会怎样 待会注意一下他的表情 好不好 注意一下穿着 注意一下今天红场的一切的一切 当然维安非常严密 这是78周年 这个规模一般般 因为通常都是整数的时候 80年 这个70年会大规模庆祝 这个78周年 更何况现在还在打仗的状况 那他讲了很多的话 我先讲一下 我们稍后带你来看画面 他说这个讯息量很大 注意 他说俄罗斯 没有任何人是西方或是东方的敌人 我们希望看到未来和平稳定 有没有 这句话很重要 他希望和平稳定 西方国家忘记是谁摧毁恶魔 是谁保卫他们的祖国 是谁解放了欧洲人民 你忘了吗 我告诉你 一些国家试图透过摧毁苏联战士纪念碑 来抹去对英雄的记忆 他们试图撤销二战结果 破坏国际安全跟国际法体系的稳定 乌克兰人民可怜 沦为西方野心的人质 所以下面这句话超有意思 什么呢 我们向英勇抗击纳粹的参与者 美英等联军战士致敬 话讲得很有学问吧 稍微请委员来解读一下 缅怀中国军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壮举 哇 讲到了美英 讲到了中国 讲到了日本等等 哇 这个很会讲话 不得不佩服 来 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画面 今天这个红场的阅兵 来 画面放出来 声音也放出来 当然还是一个雄壮威武 典型的一个大国阅兵的一个场景 对不对 目前这个画面 大家看到在这个地面上 当然是军容壮盛 那所有呢 这个贵宾洗衣做得满满的 这是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场景 空中俯拍 这个无人机拍的画面 也很清楚 哇 桩点的 这个喜气非凡 对不对 但是可能没有一个镜头 是朝向空中 为什么 这次你看到 所有的空中变队都没有 以前不是会有空中战衣冲场吗 对不对 都没有 这个立刻被所有的媒体发现 普丁出现了嘛 普丁出现了 大家看到没有 今天他看起来 当然态度非常的庄重 脸上不可能有任何的喜色 他才刚刚被暗杀未遂 在这里大家唱歌 所有武器 坦克一个一个出来 但是空中 没有任何的冲场 有很多的揣测 说这个空军很忙 现在都在各战场上 所以来不及等等之类的 好 这是最新的画面 别担心最新画面 我们会放在这个大框当中播出 在同时我请这个委员来评论一下 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这张 CG来导播回去一下 所以在这个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最新的 我同时请委员来解读一下 普丁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他讲的话 普丁讲的话的主轴 是回到了二次大战 他在告诉很多的西方国家 你们不要忘记了 在欧洲战场上谁的功劳最大 谁的贡献最多 因为我们在台湾地区长大的人 都受到美国好莱坞的影响 总觉得 哇 6月6号 诺曼蒂登陆多了不起 哎呀 你看 哦 那个什么这个将军 艾森奥将军多厉害 这个基本上很英勇很厉害没错 但比起东部的战场 俄罗斯军队的英勇 那等级就不是一般般的 甚至于很多的战史学家都怀疑说 当时的美国或者是艾森奥将军 就是要等到纳粹军团 德国纳粹军团 跟这个苏联的军队 打了稀里花啦 两败俱伤 他们才要登陆 有意思是这个怀疑 这个怀疑在某种程度 是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你看到说 英美联军 一登陆了以后 如吹枯拉朽 为什么 因为德国军队都掉去东部打仗了 而且被苏联的军队 打了稀里花啦 爬在地上 所以谁最早进入柏林的 苏联军队 谁最早在这个 德国的柏林的国会大厦 插起胜利的旗帜来 是谁 就是苏联的军队 谁牺牲最大 苏联军队 当然苏联军队有时候 被评回说 这个傻大笨重 都硬来的 都是以人命去拼出来的 所以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了多少 四千万人 这个数字到人类历史上 还没有被突破过 所以今天普丁就是把他召唤回去 二次大战的基因 他说 谁忘记谁摧毁了恶魔 希望国家忘记了 苏联是第一功 我不否认 包括我在 我的二次大战 在欧洲战场上最大的功劳者 就是苏联的军队 好几次战役都是规模最大 牺牲最大 今天很多人听不太懂这句 因为他什么什么有没有 这个像这个英勇的巴巴巴 还讲到美英致敬 大家想说 他为什么会去跟美英致敬 因为他当时就是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美的很多联军的战士 不是领导者 他的战士跟咱们是同伙的 因为我打东方战场 你们打西方战场 还有中国呢 抗击日本军队 他等于说 当时大家有同样的目标吗 当时同样目标 那其中最关键的一个事情 就讲说乌克兰是谁 很多人不晓得 当时的乌克兰 尤其是乌西 当时是站在德国纳粹那一边的 他讲这个 包括泽兰斯基里面 所有的当权者 很多人都当时都是站在 纳粹德国那一边的 所以现在乌克兰政府里面 为什么有很多人主张 那个纳粹的标志 纳粹的观念 理由很简单 他们当时都是 德国的皇民 委员你既然讲到这里 我就插播一个最新的 是不是也有点纳粹feel 这是乌克兰的情报头子 情报局局长 他说什么 说这段话 我们今天本来想说放个标题 他想说不能放 因为这个话当标题 YT会被黄标 YT都会被黄标的 话他说出来了 我们已经并且继续在 世界任何地方 杀害俄罗斯人 直到乌克兰取得完全胜利 当然各种不同的翻译 有些媒体翻译是说 他要杀光全世界的所有俄罗斯人 所以委员 其实这些基辅政权的人 讲这个话不意外 因为从2014年 同样一批人就跑到乌东去杀害乌东 讲俄罗斯语的乌克兰人 而且他们采取纳粹的手段 就是不准俄罗斯人 乌东的俄罗斯语的乌克兰人 讲俄罗斯语 连托尔斯泰的书不能念 采可夫斯基的音乐不能中 就开始进行纳粹的 所谓的种族侵袭 他们觉得 所有的乌克兰境内的人 只能讲乌克兰语 只能念乌克兰 而且要把那个什么 当时二次大战的时候 在乌克兰的几个战场上 重要的战场上面 所树立的苏联士兵的形象 要全部摧毁 苏联的英雄摧毁 要崇拜谁 崇拜当时 跟纳粹德国合作的 汪精卫们的的照相 大家听懂了吧 要树立汪精卫们的这个雕像 如果在中国大陆 有人要树立汪精卫的雕像 不晓得中国大陆人民 是什么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些 所以这些所谓的乌克兰的情报局啊 军人啊 当时都是扮演这种角色的 当然有他很复杂的时代背景 可是他们现在 还想说在世界论的地方杀害俄罗斯人 也许战争下来仇恨加大了 不过我要很客观的讲 他们没那个本事 可能乌克兰未来的处境会更悲凉 如果不停火的话会更悲惨 举个例子 以前这个巴勒斯坦不是说要消灭以色列人吗 那还跑到慕尼黑的奥运会里面去杀害以色列的运动员 结果后来巴勒斯坦的这些搞恐怖的人 死伤的人数会比较少吗 不会的嘛 今天巴勒斯坦处境为什么这么艰难 就跟当时采取恐怖手段有关系嘛 那你说乌克兰人要讲大话 情绪化我可以理解 但是就跟那个谁啊 跟美国人说要在这个 波安海湾国家盖铁路一样 我只能当笑话看 因为到时候乌克兰人死的会更多 对但就是这个时间点 当普丁这个讲到纳粹的时候 他丢出这段谈话 好像开玩笑一点 这个遥相呼应是不是 克兰发言人立刻有回应嘛 说他的言论骇人听闻 也正是怎样 美国正在支持恐怖主义